自从中国宣布禁止台湾凤梨进口之后 不论是政府官员或者是民间团体 都纷纷加入力挺果农的行列 现在连超夯的台铁便当也推出了凤梨新菜色 3月6号开始在台铁花莲火车站开门 台铁便当推出新菜色 这一道凤梨巧木儿 不论是在排骨便当或是素食便当当中 只要是在价位高于80元的便当 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因为台铁每次坐火车我都会买 今天加凤梨不错 我们希望说我们台湾凤梨很好吃 大家都吃一点 我会觉得不错 因为有水果的部分还在一起 我觉得后来会可以解育的 一口咬下鲜嫩多汁的凤梨搭配木耳拌炒 让整体口感不再是油腻腻 原来这道配菜灵感是来自于传统客家美食 因为我们插户士领班是一位客家妈妈 然后我们厨房里面有很多厨师也是客家妈妈 所以当我们要推出这道配菜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说主任这个凤梨炒木耳 非常的好吃哦 我们目前每天凤梨的净量是150台金 那预计每个月可以消耗4500台金的用量 目前我们在台北梦工厂 是大概每天限量是500颗 就是80元以上的便当 我们都会换成 把配菜换成凤梨炒木耳 那我们车上销售的部分 也会一并来把凤梨炒木耳放到我们的配菜里面 3月6号开始民众只要到花莲火车站购买80元以上便当 就可以吃到凤梨的限定配菜 为了力挺果农 不管是政府官员或是民间团体 都纷纷响应吃凤梨挺农民的行列 全民绞尽脑汁研发多元吃法 就是希望果农辛苦种植的成果 不会被白白浪费 解决力群华联市报道